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国和美国的互动比较顺利 大家也没有什么火花争拗 这时候西方抓住他们的话语权 作出一个输人不输阵的言论 说我看看西方主要的会议 德国之声 他说习近平向西方示好 中国战狼 战狼外交少息 这是一个话语权 凡是你们西方招头烂鸭 或者中方稍微停止反制的时候 你们就说向我们示好 你们就收回你们的战狼 这个世界是没有战狼的 只要你故意或者执意去 去招引中国主权的时候 你得到反制 甚至没有有一个很不客气的对待的时候 你就不要说这叫战狼 这是正常反应 先说中美的问题 或者说整个对中国和西方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迹象显示 首先释放了澳洲的记者成蕾 中方的说法就是刑满出獄 这个是对你的示好 这是他们的演绎 中国也说中国最近的新段较柔软 柔软的意思就是和斯里兰卡达成一项 42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 因为西方经常觉得你去贵立这些国家 去做基础建设就是搞这个债务陷阱 说得你多了 于是你又去搞定了这些债务问题 即是说西方 而言下之西方是有能力弱促中国的战狼外交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侵略 这个就是他们的潜台词 潜台词我不能读出来 即是在新闻里面没有的 所以就是美国的经济的研究公司 一些智库 有个专家说中国希望向世界保证 在商务一定是照常运作 甚至习近平亲自走出来 和外国投资者去作出保证 如何走出来说呢 就是释放了成类 亦都是在这个论坛里面 就是在最近和舒默的会面 就是那个反华议员 集体去访华的时候 亦都是释出善意 没有摆出天朝的姿态 于是这个问题 就是令到大家觉得 他为什么 为什么习近平这么释出善意 不是因为他们体会了中国的善意 他就说因为资本外套 这些生意就不给中国做 又有房地产危机 所以加上青年的失业率很高 如是者呢 习近平就害怕了 如此的话语权 就是你如果看西方的媒体 觉得都是头头是道 不是迫桂园 你看这个恒大 包括中国快要破产了 中国快要破产了 包括很多人都不跟中国做生意 因为没有生意好做 你不会说他的竞争力有问题 所以没有生意好做 于是他就收回了这个战狼 实际上官方的影片 怎么看呢 在巴士的布 两篇文章都说 首先是说马朝玉 是中国外交副部长 他说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双方应该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正确的发展程度 当时也提到 就是习近平主席 多次指出 有一千个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 中方提出 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云三个原则 之前在驻美国大使 謝公都说 有止跌回稳 積極的跡象 即是中美关系 放出一些情况 大家需要降温 亦看到有跡象降温 但是西方的媒体 亦是输人不输陣 为什么你要作出这些温和呢 首先经济不行 第二 青年失业率高 我说一下注释给你听 根据颜色革命的技术指南 凡是某个地区的社会 他们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20% 就有足够的土壤去搞事 所以他们也觉得 不搞你 希望我们不搞你 所以你就要换和 我再说一次 是没有换和契机的 相当时是降温 中方说一千条理由搞过关系 代表中美没有矛盾 有矛盾的战就不会有换和 只不过大家是权质之计 我叫这个战略性的换和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得出不只是媒体这么说 正式的 拜登三番四次 在他们招头难额 即是在中东问题 招头难额的时候 都不断作出对中俄的威胁信号 表示同时间可以打赢几场的战争 包括这个亚太 包括这个俄乎战事 包括这个中东 即是说 拜登是无需要求你中方对他施策逸 他有能力将你压制 不单止是中国 加上俄罗斯又如何 都可以 美国是强到 据拜登所说 不是世界上最强 你们不要只是会错意 美国是历史上世界最强 即是说 简单 用中国 香港 电影界的术语 美国是地表最强 甚至是宇宙最强 宇宙最强 这个话语权就建立了 所以今天你就向我示好 我们没有让步 所以说在这么囂张 在一个争情变的情况下 有一个信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像两、三个星期之前 都已经在华盛顿传说 习近平11月就会三下时 与拜登面对面见面 说一下 有没有消息证实呢 还没有 你不是很疯? 一早就说了 是吧 中间一定是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解决得到 而实际上 表面的建立是解决不了 你表示说 美国是无需求求中方 也无需将它过往是 带起中美关系的紧张是什么 是来自去年8月 贝罗西访华 访中国的台湾省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搞到真的很大的风暴 还有跟着麦卡锡 刚刚拿到台湾的麦卡锡 中东危机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个 美国已经很难维持 达国的情况之下 依然还说 我有很强的威胁能力 跟着他们的国会议员 就是他们的政策 也说 应该是要加强对付中和 例如增强他们的核子武器 如是者这个氛围 就是中国口事就已经早尽了 就是说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跟你缓和 跟你搞好关系 缓和的意思 我们不是搞缺矛盾 暂且可以用缓和这个字词 不过这个字词是不正确的 如果你用在外交界方面来说 这个或者这个是地缓政治来说 直到你双方能够找到另一个合作契机 去降低你 足够大去降低你的矛盾 这才是缓和的基础 例如 9月1日 美国是要放弃和中国的矛盾 因为更加大就是要反恐 要稳定全世界的自我 第二次 2008年 这个金融海涉 中美双方的矛盾 再不是说大家意识形态 截争 就是说如果世界的经济想到 你又不好 我又不好 你又苦串 我又共好 这时候就有个契机 我真的 这个合作契机 是大过大家的矛盾 在那时候 在那时 没有真正消除了中美的矛盾 中美的矛盾 中美的矛盾在哪里 就是 中国将会领先 和强大到足以超过美国 这个矛盾 我们不会拉得住 因为美国现在是跌倒 那你又不相信 中东就告诉你 是这个事件 好了 再说回第二条新闻 新闻告诉你们 俄罗斯现在 都挺冷眼旁观 而且不时都作出 挺抵死的言论 最新的言论 就是来自 首先 说回中美关系 他觉得俄罗斯 已经觉得 美国现在 在中东方面的问题 已经出现了 即使他已经招不住了 即使你派多一支航母群 是不是可以解决事件呢 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在这个军事方面 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可能 因为重点就是 哈马斯 撂出这么大的火化出来 是已经破坏了 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畜盛 和以色列的换和 或者是 提出了 他还可以维持中东的一个稳局 而进而他有能力 能出手来 在亚太和乌克兰里面 做更加多的工作 不过现在 就是中东的问题出现了 俄罗斯的媒体也访问了中国的专家 这个叫做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这位教授叫崔首军 他说到这个 整个问题 只不过中东 一定要解决两个方案 就是以色列你可以立国 你有个权利 好了 我们也承认你了 但你不承认巴勒斯坦人 是有 去建立自己的国家 甚至乎生存的空间都被你压缩 土地可能要被削弱 这个说不通 如果只有巴勒斯坦的人 或者只有这么少人口 就没问题 但牵连到的是整个中东 中东有几个民族 最强的民族叫做犹太 犹太族 有波斯 即是伊朗 有特决 Turkey 还有富尔德 富尔德还没有整个 就是很混习的 但问题有一个什么的共点 他们有个宗教的共同 他们是穆斯坦人 那你在现在 你企图用这个军事力量去压平 你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通过政治谈判的话 那当然 以色列要復仇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遭受到很残酷 很非人道的一个责击 那就不要说回 1948来的时候 这些情况 但是我说的是地缘政治 即冷户那边 我不跟你说人性那边 我说冷户那边 美国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你派了军队去 你是不是要维持 以色列起来的军事强大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首先不要说有中俄 我们也有什么飞机大法 我不用军迷角度 这些事情 你不能说出这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 除了中东有 犹太族对着四个不同的民族 而那些四个民族 有共同的宗教 虽然他们也各自有不同的生存空间 或者民族之间的矛盾 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的信仰 这是第一 再如果是巴尔冲突 外日出去的话 你知道 大概据我所知 应该有47个国家 是博斯林国家 共有20亿人口 而这些国家 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不是西方那种发辣国家 所以说你如果不用这个政治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四四六六拆掉它 或者你一定要令到世界公义 觉得你美国是维持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任何 你觉得你是偏邦的话 你都办不到 那20亿人口 如果20亿人口 再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些不是陆斯林国家 有些是全国南国 加起来 你今次美国的表现就豪宅了 所以说 不单止中俄是合作 为什么一定要中俄合作 不是因为特别有型 而是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有能力可以说一句公道话 只有两个大个国家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俄罗斯 而他们现在对于整个世界的别墅 是有心去改变的 因为这个改变不是硬改变 是因为有百年改变的大局 这个百年改变的大局就是 美西方的文明已经是烂透了 熟到烂透了 所以你如何包装西方的殖民主义 西方的殖民资本主义 都不能够服众 过往来说 为什么可以有危机管理的垄断权呢 因为美国有超强大的军事力 不当然 所以为什么拜登一再提醒大家 但是我们仍然是最强的 我们可以寄居赴俄罗斯 又可以涉制了亚大地区 甚至不可以去中东 你说 就是中东现在外日出来的 那个世界矛盾 美国已经知道 已经很难去承受 为什么欧洲有很大的穆斯林人口 很多移民 很多中东的难民 已经过去了 那么 你说也不是占很大部分 可能是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但是你记住 几年前 在疫情之前 我这里做过新闻也说 包括这个德国的恐杂 就是駕駛大火车买去 法国也有印象 这些是种族和宗教矛盾 再说美国的911 911更厉害 就是说 拉登策划这件事情 完全是改变了美国的国运 所以说 就算有一支河墓的画 那你能够 就是保证 不会再出列弟子 911 911 你可以说 这个是黑天鹅 就是无端端飞出来 但是由于有花耳冲突 这次这么强烈的一个 对比 就是有个 这么大的悲劇 我想飞出来 就不是黑天鹅 就是黑恐龙 就是你看都没见过 你以为是绝对一种的东西 所以美国多强呢 美国人就是害怕 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在西方 出现了一次很大型的恐杂 但是有前科 对不对 所以拜登也提醒以色列说 不要玩不尽 就是我都犯了什么错 总之是巴登的说话 就是说 其实你不要撩一撩 一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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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的包围 现在是谁 美国 如果美国被人打散了 各方面 从外交军事力量 到这个经济 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罩你以色列不住的话 你猜你有什么效果 所谓美国不行 以色列也不行 以色列也不行 以色列就可以做到美国不行 如果你继续把巴尔冲突 让成一个很大的人动危机 而其他穆斯林国家 其他世界的人民对你不满的话 那你就会烧到美国 烧到美国 美国所谓的霸权力量已经不多了 再不能够罩着你 你以色列好打 六日战争 或者十岁日战争 你都知道 如果不是在美国出手 在卫星政府方面 做出一个支援的话 以色列已经不能够了 如果你说 当美国也是没有了解的时候 你想想 这个结果会如何 所以军事方案 解决不了这次的矛盾 但是偏偏现在越差越深 可能Anthony也会说一下 究竟还有加沙 或者巴勒斯塔 还有多少的问题 那依然是 譬如说 好像有一些文章 说巴勒斯塔 医院的爆炸 我看到所有主流的西方媒体都说 这是造假新闻 你这样也可以 一致的 口径一致 那是不是不知道 Fairly speaking 我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不过 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去到全世界都不相信美国 或者再加强仇恨去以色列的话 并不好过 所以 中国说出善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修缓我们的 战狼外交 可以说一句 我最后的评论就是 这个叫做 不知大局 实际上真的会有擦枪走火 美国其实 和中国是不是应该要 这个时候 找到合作契机 就是说 你真的要搞断了 中东国的矛盾 这个是合作的时候 大过 双方的矛盾 你也减少自己的矛盾 减少自己的矛盾 你不可以在台北搞这么多事 那这时候 真的可以 有一千个理由 中国真的可以 去到 缓和的程度 现在不是缓和 一战略性的退缩 美国不承认 他怕你中国 你中国有求于我 你经济不低 那一会儿 刚才讲的时候 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 就是 中国的经济 都不被看好了 继续 那也是让成了 另一场 所谓的认知战争的时候 外国 美国 开始留意到 中国是有野心 是将意识形态 是外入出去的 叫做 将中国输出这个 意识形态 这次输出意识形态 不是共产主义 而是叫做 是两个结合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 不太知道 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 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 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